新春佳节来临之际,上海科技人士今天上午汇聚上海展览中心举行春节团拜会,将泽民出席团拜会。 今天,上海展览中心洋溢着一片喜庆祥和的气氛。 大厅里,喜庆的红灯笼和中国节高悬,千余嘉宾欢聚一堂,共赢牛年春节。 中心祝愿伟大祖国更加强盛,各项事业兴旺发达,人民群众生活安康。 上午九时,江泽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上海市委书记于政生、上海市市长韩正陪同下,来到上海展览中心。 江泽民首先会见了上海党政领导干部和老同志,同大家亲切握手。 他说,今天见到了许多过去和我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,感到十分亲切,又看到了众多年轻同志走上领导岗位,心里非常高兴。 江泽民强调,当前我们遇到了许多困难,面临着严峻挑战。 只要我们坚定信心,不畏艰难,勇于负责,甘为奉献,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新的更大胜利。 江泽民赋诗一首,勉励上海广大干部群众。 呼呼光阴二十年,几多甘苦创新天,普江两岸生俱变,今日同心更向前。 随后,在热烈的掌声中,江泽民来到团拜会现场,同大家一起共赢佳节。 江泽民衷心祝愿大家春节愉快,身体健康,工作顺利,合家幸福。 团拜会上,于政生做了致辞。 他表示,过去的一年,我们经受了严峻考验,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,我们各项事业发展取得了新的成就。 2009年是更负挑战的一年。 江泽民同志给我们提出的要求非常重要,我们一定要认真领会。 坚定信心,不畏艰难,勇于负责,甘为奉献,是我们战胜困难的重要力量源泉。 不畏艰难,勇于负责,就要求我们以天下为己任,以国家和民族富强为神圣职责,永挑重担,始终做到对党负责,对人民负责。 甘为奉献,就要求我们历经图治,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和大政方针的严肃性,做到局部服从整体,小局服从大局,个人利益,服从国家长远利益和人民根本利益。 于政生表示,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,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。 我们相信,有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,有江泽民同志等老一辈的关心帮助,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光辉指引,全市干部群众众志成城,艰苦奋斗,我们一定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,为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,交出一份出色的答卷。 出席团拜会的还有,上海市委、市人大、市政府、市政协的领导同志和老同志,住户三军和武警上海市总队的负责同志。 在上海的中央国家机关有关负责同志,也出席了团拜会。